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个Python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我首先还是先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上的标题 Python Beautiful Soap 学英语了 走 咱们爬单词去 是这样 我以前曾经做过这个Beautiful Soap的视频 对不对 给您简单做过一些个讲解 那个视频里面咱们干什么 咱们爬的是一些美女图片 对吧 今天不了 今天咱们不爬美女图片 咱们爬什么 咱们爬单词 因为小马要学英语 要考Toyco 要考脱译 好 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主题 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 使用Beautiful Soap爬去Toyco的单词表 该怎么做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这个Beautiful Soap的官网 这是它的本家 咱们需要知道哦 大家请看 做的也是非常的简洁 是吧 OK 咱们就用这个库进行爬取 然后再给您看一下 我今天要爬哪个网站 咱们访问一下 对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爬这是个日文网站 好 大请看 这就是个日文网站 对吧 然后这有它的单词表 咱们访问一下 大家请看 是这样 咱们如果想爬某一个网站的话 咱们首先干什么 首先是需要分析下它网页的结构 对不对 大家请看 这个网页就非常简单吧 对吧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表格 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单词 对吧 序号 然后英文 然后解释 包括它的词类类型 对吧 那咱们机右键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大家请看 它这个原代码的部分 那请看 单词部分通通都是TD 相隔 那么也就是说 咱们的爬虫只要爬到这个网页中 所有TD的部分 是不是就能够把单词这一行的信息都拿到呢 完全可以 对吧 那么咱们就试试爬一爬哦 咱们爬 是这样 咱们在爬之前 首先需要安装一下Beautiful Soap这个酷 那咱们就先安装一下 今天的演示 我是准备在本地演示 咱们就不用这个Google collab了 好 咱们马上开始 进入我的工作文件夹 然后进入我的本地的环境 然后PEAP安装 go 安装上之后 干什么 咱们建一个文件 我给您简单的说明一下 然后咱们再开始哦 首先inpose request 这个是http读取网页内容 对吧 这是inpose咱们今天的这个酷 然后大家请看这个网址 是刚才我给您看的那个网页 咱们今天就要把它拿下来之后解析 对吧 这个地方就是把它拿下来 然后设上一些网页内部的编码 这个地方实力化一个咱们这个Beautiful Soap的对象 这地方 因为它内部有很多的解析器 咱们这个地方用的是html的解析器 这个RTEST是咱们request拿到了网页的内容 存到这个地方 对吧 然后大家请看这行 这行是今天最关键的这行 干什么 它会获取这个网页中所有的td的内容 其他的内容 什么a啊 什么body啊 什么head啊 都不要啊 咱们只要这个网页中所有的td内容 因为刚才咱们分析了 对不对 所有的单词都在td当中 那么咱们只要获得td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td转换为 大家请看 转换为咱们python数组的形式 可以吧 然后咱们开始啊 咱们也就是说 在这个tdvalues里面 存着这个网页中所有的td的内容 对吧 但是咱们刚刚看到了 看到什么了 看到它这个单词 大家请看 每4个td表示一个单词 那么咱们就需要每做一次 需要跳4个元素 对吧 所以说我在这个地方做了一个循环 然后跳4个元素 然后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我跳的时候拿到当前一行的值 这一行就是说从当前的锁引再加4 代表这是4个td拿到这一行 对吧 OK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判断 然后在这个地方输出 把所有的单词存到这里面去 然后都存完之后 把所有的单词都爬到之后 我把它写文件 好吧 这是大概这个代码的逻辑 讲起来您觉得有点听不懂 没关系 我把代码一部分屏蔽起来 咱们边运行边讲解 这儿屏蔽起来 好 咱们先看什么 咱们先看上面这部分 到这为止咱应该都能明白 从网页中拿到html 然后html解析器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python的数组 好 然后咱们去循环这个python的数组 然后这个地方是干什么 这个地方是拿到每一行的单词 咱们看一下 咱们就到这 我在这个地方干什么 我print一下 word行 看一下 我这这个word行拿到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就告诉您 它拿到的是这个网页中每一行的内容 好不好 咱们看一下 马上开始 我把我的这个代码考过来 咱们建一个文件 因为咱们要准备这个大数据的分析啊 您要不会爬虫 没法去爬数据的话 怎么分析数据呢 对吧 您的数据从哪来呢 ok 我看我存完盘之后 该屏蔽的都屏蔽 那咱们就输出每一个单词行 对吧 这是咱们代码的逻辑哦 好 咱们试一下 Python Kongerman OK 回撤 正在爬 大请看 爬到了吧 我把每一行内容都拿到 没有问题吧 咱们就看最后这个吧 500 ideal 康该 名词 对吧 看是不是 大请看 最后这行 500 ideal 康该 名词 没问题吧 顺目咱们成功的爬到了这所有的内容 对吧 OK 那咱们再看一下 为什么我的代码中还要再加一个3000的判断 如果你要是3000 我就continue 这个东西啊 咱们其实不需要加 但是为什么要加 是因为在它的这个网页当中啊 大家请看啊 它在这个网页当中 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是一个空串对吧 它这其实给的是一个拳脚空格 这是一个空格 知道吧 这个空格的这个unique这个utf code是3000 所以说我要把这行这个表头行给它跳过去 所以说才加上这么一段3000的判断啊 您在爬其他网站时 您再根据您那个网页的情况 做您先用的判断 这行是表头行 我不要加嘛 所以我跳过去再进行循环 这样的话 我通过整个大循环之后 我会拿到所有的单词的内容 而且跳过了表行 好吧 让我把每一行的单词存到一个list的数组当中 没问题吧 这样的话 这个数组 这个循环都完之后 这个数组就是所有的单词行 对吧 只有单词 没有表头 然后我把这个数组进行输出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我把它输出称一个toyco words这么一个文本文件 然后呢 循环每一行把它输出写文件 好不好 这样呢 我把所有代码都打开 咱们再运行一下 咱们看是不是写文件了 这行print logo 我就不要了 把它删掉 咱们试一下 当然这个不能试了 我得把代码存拷贝过去 对吧 我只改了课件了 咱们实行代码不改是不行的 nano 这都删掉 咱们存盘 看一下 ok 正常 运行 然后咱们再执行一下 go 大家请看 本地肯定会生成一个toyco的toyco的toyco的 文件 咱们打开看一下 go 大家请看 是不是这个单词内容都出来了 那么咱们就可以背单词了吧 比如说咱们现在有这个格式的文件了 咱们有英文单词 同时还有这个解释 另外可能还配着这个分类 词形分类 这样的话 咱们干什么 咱们就可以把这段逻辑替换为 因为我只是写文件 对吧 咱们就可以把这种逻辑替换为 比如说挺好 写数据库 您后台建一个luby 建个rails 然后很简单的把这些内容都加到数据库里面去 然后咱们再用vue 再编一个前台 对吧 就可以开始背单词了 今天我给您演示的 仅仅是爬虫程序去爬一个网站的最简单的使用方法 你说今后我怎么加数据库 我怎么拿vue一座 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对不对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咱们使用beautiful soap 咱们去爬点英文单词 学英语的时候要用到哦 一些个简单的小技巧分享给您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是这样 咱们今后不管是做哪种学习 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也好 咱们一定要获得大量的数据 有大数据的前提下 咱们才可以做个人各样的学习 对不对 那么咱们爬虫技术就是咱们收集数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 每人有之一 希望您能够掌握 然后是这样 爬虫技术 我今天给您介绍的beautiful soap 仅仅是其中之一 还有n多的爬虫技术 我想在今后的视频当中 我都会一一的给您介绍到 您不要着急 咱们一点点的学习 好不好 OK 今天我这个代码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 您也执行一下 当然了 您也可以帕他的英文单词 也可以去帕发您自己想要的新闻网站 都是没有问题的 OK 以上就是给您分享的我今天视频的所有的内容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 咱们在今后视频再见吧 拜拜